亲爱的朋友你好 大家都是有缘之人 如果可以的话 恳请你加个关注点个赞 分享一下 十分感谢 第279集 神雕重剑 杨过在断长崖前待了月雨 将玉女心经传的鹿霜 始终没再得到小龙女半点音讯踪迹 知道再等也是无用了 于是拔了一束断长草藏在怀中 沙上留字飘然离去 她心总不死 盼望小龙女又回到了中南山 当下又去古墓 但见凤冠在床驾依尾地 徒增一番伤心而已 下得山来 在江湖上东西游荡 呼呼数日 这日行进襄阳 见蒙古军烧成白地的废墟中 已新添了些草舍毛辽 人烟见距 显示近数月中 蒙古铁蹄并未南下 她虽千计郭靖 但不愿见郭福之面 与雕兄溃别已久 何不前去一访 当下密路赴荒谷而来 行进剑魔独孤求败 昔年隐居之所 便纵声长笑 边笑边走 过不多时 只听得前面山腰中 传来呱呱鸣声 抬头 但见神雕 蹲在一株大树之下 双爪正按住一头豺狼 神雕见到杨过 放开豺狼 大踏步过来 那豺狼死里逃生 夹着尾巴钻入了草丛 杨过抱住神雕 一人一擒 均是十分欣喜 一起回到时事 他想离此不过数月 却以自生入死 自死出生 悲欢聚散 经历了无数变故 只可惜神雕不会说话 否则大可向他意图心怀了 如此数日 他便在荒谷中与神雕为伴 这日闲着无事 漫步来到独孤求败 埋剑的山崖之前 纵月上崖 看到熊烂木剑下的时刻 四十岁后 不至于物 草木竹时皆可为剑 自此精修 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我持玄铁中剑 仅一可无敌于天下 但就独孤前辈一言 显示木剑可胜玄铁中剑 而最后无剑 却又胜于木剑 龙儿记住去十六年后 访得相见 这漫漫十余年中 我就来钻研这木剑胜铁剑 无剑胜有剑之法便了 于是杨过折断树枝 消成了一柄木剑 玄铁剑重约七十斤 这名轻飘飘的木剑 要能以轻之重 只有两图 以使剑法精傲 以快打慢 二是内功充沛 势强可弱 自此而后 他日日夜夜 勤修内功 精研剑术 每逢大雨之后 即到山洪之中 与水相抗 以增出招之力 不觉下进秋来 自秋而冬 杨过用功虽勤 内力剑术 却近展均威 知道自己修为 本来已颇高境界 白齿干头 再求进步 时甚艰难 倒也并不烦躁 这一日下大雪 神雕欢呼一声 跃到矿地上 展开双翅 卷起了一股静风 将雪片吹了开去 杨过心念一动 冬日并无山洪 雪中炼剑 也是个绝妙法门 但见神雕 双翅卷洞之力 越来越大 雪花下的衰蜜 仅为半片 飘落在身上 杨过兴起 提起木剑 也到雪中捂了起来 同时 右手袖子跟着挥动 每件雪花飘落 或以剑风 或用袖力 将雪花荡开 如此玩了半日 木剑和袖子的力道 均决颇有增进 这雪一连下了三日 杨过每日 均在雪中练剑 到第三日下午 雪下得更是大了 杨过正自宁神 挥剑积雪 神雕突然挥斥 向他扫来 杨过没加防备 险些被扫中 当即纵身 吉月相避 但额头上 危感冰凉 已有两片雪花 沾了上来 他立时想到 那日在悬崖之上 雕兄挥斥与我不近 令我剑术大惊 秦人又在和我连剑了 于是杨过伸出木剑环刺 喀拉一响 木剑和雕翅相碰 立时折断 神雕不再近击 却翅而立 揪揪低鸣 神色间竟有责备之 要以木剑和你的惊人神烈相抗 只有侧臂闪月 承袭还击 当下又削了一柄木剑 在雪地中再与神雕斗了起来 这一次却支持到十余兆 木剑方断 如此勤炼不休 杨过剑神雕毫无代意 似乎督则甚严 心中又是感激 又是惭愧 我若练不成木剑 如何对得住雕兄一番美意 而这番旷世难逢的奇缘 又怎能任他白白错过 因此 纵在睡梦之中 也在思索如何避招出招 如何增厚内力 练功继琴 对小龙女的相思 倒也不再如数月前 那么的心交入坟了 这时 体内情花之毒早已禁解 内力济增 体格日状 以恢复昔日的憔悴容颜 眼见天寒地冻 已是与小龙女分手的周年 雕兄 我预许绝亲谷一行 今日和你暂便 于是 携了木剑出谷而去 那神雕跟了出来 行道岔道 杨过向神雕一依 踏上向北的大道 不料神雕咬住了他的衣衫 拉他向南 雕兄 我往北有事 咱们就此别过 但神雕只是拉他往南 杨过心中奇怪 雕兄往日甚是解释 何以此刻如此固执 苦在言语不通 只得跟着神雕向南 神雕见他跟来 便放开口 不再拉他的衣衫 但只要杨过转身向北 便咬住他的山脚不放 雕兄如此神异 拉我向南 必有深意 好 好 我跟他前往便是了 于是 就消了副绝情谷之意 跟着神雕 直往东南方而来 行了十余礼 杨过骤然间 心中一动 雕兄瘦高通灵 莫非 他要引我到南海 去和龙二相会吗 想到此处 胸口热血奔腾 难以抑制 当下迈开大步 随着神雕急迟 不一跃间 以抵东海之滨 他站在海边石上 远眺茫茫大海 眼见波涛汹涌 心中忧喜焦急 过不多时 耳听得远朝隆隆 声如闷雷 连续不断 他幼时曾在桃花岛住过 知道海边潮汐有信 每日子午两时各掌一次 这时 红日当空 想来又是掌潮之时 潮声越来越响 轰轰发发 便如千万只马蹄 同时敲打地面一般 但见一条白线 向着海岸急冲而来 这股声势 比之雷震电轰 更是厉害 杨过见天地间 竟有如丝之微 脸上不禁变色 一转瞬间 海潮已冲至身前 似欲扑上岩来 杨过纵身后岳 突厥背心一股极大的尽力推道 正是神雕展翅扑击 杨过身在半空 不由自主 扑通一声 跌入了滔天白浪之中 但觉口中一咸 喝下了两口海水 此时处境甚微 幸好在山红之中席剑已久 当即打了个千金坠 在海底石上牢牢定住身躯 海面上波涛山粒 海底却较为平静 他略以宁神 以名其理 原来雕兄引我到海盼来 谁要我在这怒涛中联剑 当下双足一点 窜出了海面 净风扑面 迎头一股小山般的大浪 当头盖下 他又必使劲在水中一按 越过浪头 急吸一口长气 重又回入海底 如此反复唤气 待狂潮消退 他也以泪的脸色苍白 当晚子时潮水又至 他携了木剑 月入白浪之中挥舞 但觉潮水之力四面八方旗帜 魂不如山红般 只是自上冲下 每当抵御不住 便潜入海底暂且躲避 自此每日习练两次 未及一跃 自觉功力大尽 若在汉地上手持木剑击刺 隐隐似有朝勇之手 此后神雕与他铺鸡为戏 便避开木剑正面 不敢以翅相接 一日杨过杀得兴起 挥剑消除 使上了十成力气 神雕呱的一声大叫 向旁闪月 杨过收拾不及 一剑斩在了一株小树上 木剑破折 小树的树干 却也从中断结 杨过手执断剑的剑柄 心想 这木剑脆薄无力 竟能断树 自是凭借了我手上尽力 将来树短而剑不短 那便可接近独孤前辟 当年的神迹了 春去秋来 岁月如流 杨过日日在海巢之中练剑 日夕如事 寒暑不剑 木剑击刺之声 越练越响 到后来竟有轰轰之声 响了数月 剑声却渐渐轻了 终于济然无声 又练数月 渐声复又渐响 自此从轻而响 从响转轻 反复七次 终于欲轻则轻 欲响则响 练到这地步时 取之算来 在海边已有六年了 这时候杨过手杖木剑 在海巢中迎波击刺 剑上所发颈风 已可与扑面巨浪相聚 神雕纵然力道惊人 也已挡不住杨过木剑的三招两式 这时杨过风体会到剑魔独孤求败 慕年的心境 以此剑属 天下富有谁能与我抗守 无怪独孤前辈 自伤寂寞 埋剑穷骨 说不是雕兄当年目睹独孤前辈 炼剑的法门 我又也能得到此神迹 我心中称他为雕兄 其实他乃是我的良师 说到年岁 更不是他也多大 只怕叫他叼公公 叼爷爷 便也叫他 杨过在海盼练剑之时 不断向海船上的归客 打听南海岛中可有一位神尼 但数年中间 过千百个周师海客 仅无半点音讯 便也渐渐绝了念头 心想 不到十六年的期限 终是难与小龙女相会 某一日风雨如晦 杨过心有所感 当下妖玄木剑身披臂袍 一人一雕 悄然息去 自此足迹所致 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